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威脸 奥莉威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你排班啊 今天不是周四吗 过糊涂了 今天周五啊 喂 你在哪儿呢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也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拜拜 赶紧去吧 我去便利店打工了啊 拜拜 我去便利店打工了啊 我去这份工作 我去接下来 我去做贸易 包括做贸易 你最新的给人 你帮忙 wrote 这是想法 你现在看着什么 你怎么能再厉害 我都不敢说 我这样记得 你先知道 我来说 我欠唯独人 你怎么能的 是想法 我唯独人 你怎么拿大 我去做贸易 你只要小孩 你不知道 我只是在我上午 你只能拒絕 我回家你 我不是在门了 我自己就不拒絕 我只是在门了 我也是在门了 我只是在门了 我不是在门了 叫你可是 你也是在门了 我不是在门了 坐这么久了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酒吧也没人了 威士忌 不用 不用了 我开车 饮了就行了 谢谢啊 你刚才说 颜小辰失恋了 是真的吗 我都说了是我个人的猜测 你不是他男朋友吗 这个问题你怎么来问我 我 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真正想问的是 颜小辰的事 你了解多少 你指的什么方面呢 比如说他 为什么那么拼命地打工 除了打工还是打工 就好像他的生活里 除了打工和赚钱 就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 如果他真的是缺钱的话 我明明可以帮助他 可是每次我帮助他的时候 他都跟我倔 对 你知道他跟我谈什么吗 他跟我谈罪业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帮助他的方式不对呢 就算是吧 他需要怎么样帮助他 他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或许 他可能不需要你帮助他 你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啊 你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啊 我所认识的奥利维啊 虽然家境不好 但是是个非常独立的女孩 在新兴社会这样的女孩 非常少 她从来不去委托别人 去帮助他什么 更不愿意把他自己软弱的这面 展现给任何人 可是 我是他男朋友啊 如果你真的是他男朋友的话 你应该更了解他 越是亲密的人啊 越敏感 也更容易造成互相生涵 好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就要打烊了 那个 就当我没问啊 你们店里是不是有个客人 姓程 长得挺帅的 他跟药尘什么关系啊 我去找你 刚才那杯是请你的 这杯需要你买单 地奥利维亚买单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奥利维亚是你女朋友 她要毕业了你不知道吗 她要找工作 她跟那位程先生只是学学口语 学学面试技巧 这个酒吧形形色色的人我遣不过了 但是伯雷维亚不一样 她是有底线的 她从来不愿意去做超出原则的事情 我 我明白了 谢谢你啊 对了 下次程先生来 算我请他的 我先走了 拜拜 等会儿 顺便带回去吧 谢谢你啊 对了 对了 那个 你有没有纸 还有 笔啊 谢谢 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 不用谢 我 我太爱你了 我先走了 这个不用了 谢谢 拜拜 我先走了 林小辰 颜 向 辰 林小辰 喊什么喊 你不看看 这都几点了 阿姨 我找颜老师 找谁都不行 这几点了呀 走走走走 阿姨 我今天必须见到她 还必须见到 你想干什么呀 你是要表白还是要分手 阿姨跟你说 你如果要分手 这分手的话 能晚一天是一天 如果是要表白的话 这 要是表白的话 你这两手空空的 喊两嗓子就算表白了 好好好 你当咱们学校的女生 都那么好骗呀 还笑什么 笑严肃点 阿姨跟你说 你就算不准备花 你也得准备点其他的吧 表白要有表白的成立呀 就你这样的 阿姨我都不会答应你 行了 你走吧 走走走 阿姨 等我一下 那个 帮我把她的书包给她行 行 谁的 颜小辰 知道了 走吧 行 阿姨 猴子呢 和吴倩倩有约 什么 谁 吴倩倩 她说啊 她之前并不了解女生 从现在开始啊 想多了解一些女生的想法 她纯粹疯了我告诉你 对了 猴子可说了啊 这件事要替她保密 什么密 你俩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啊 女生司说 去那儿干吗呀 报仇 报什么仇啊 待会儿学生会还得开会呢 报完仇再去 快点儿 走了 我不去 我也不去 去不去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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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还不行吗 走 快点 我去 行雷一点也不够意思 超哥还是你好 诶 等会儿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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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麻烦您带一下 你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美女 美女 不好意思啊 来帮我带一下 你有病吧 你别动 等会儿 有病吧你 这个像 诶 同学 带一下 带一下 你老我女朋友干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你干嘛呀你 别走 别走 你俩站那儿 别动 你俩站那儿 你要干嘛 你走开 同学配合一下 帮我带一下 就是你 华春辉我都认识你 上次就是你 害我爬宿管阿姨窗户的 是不是你 上次就是你爬宿管阿姨窗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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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阿姨 又是你这个臭小子 不会 阿姨 不会 你还敢来 你给我站住 别跑 别跑 阿姨 站住 站住 别跑 这臭小子 你看我给人也不给你处分 你 站住 给我站住 新辉啊 我说这倩倩中午 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呢 弄了半天 原来是中午约了人啊 约人怎么了 我跟沈喉说点证事 我们没说什么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你们要不要再聊会儿 我们几个出去透透气 我觉得行 这空调不是开着的吗 行了 赶紧开会吧 赵雨晃跟列文超呢 他俩有点私事 马上到 别舍头啊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位置 跟你换吧 也行啊 来 干吗去了 快点 急点 坐贼去了 我抓贼去了 那咱们开会儿 那咱们开会儿吧 好呀 那咱们开会儿吧 关于银行赞助咱们学生会儿的事情 我跟银行沟通过了 他们希望在咱们学校门口 装一台提款机 提款机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谁还用提款机啊 谁还用提款机啊 有 妈呢 可是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啊 如果得不到银行支持的话 那咱们 不是 你不能光为了钱 去装一个 本来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吧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用银行卡呀 偏远山区的很多小孩 他们做补都不会用支付宝 有几个偏远山区 同学时间互相帮助一下 不就好了吗 他就是一个 那你觉得你需要用提款机吗 我也用支付宝 我觉得按一个榨汁机 都比提款机有意义好吗 你敢发言啊 干吗呢 聊到哪儿了 会议结束后等会下 要不要安装提款机 给这个意义 大家说的都对 就知道对对对 大家说的都不错 我觉得咱拿着钱 就要干正事好吧 不要做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和这个 哪个好看 都还不错 真的吗 嗯 这个和这个呢 也挺好看的 这个呢 也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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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是你要把这个脏查掉就好了 这叫小鹿庄 你懂什么 对了 沈侯晚上约咱们去蓝月酒吧 那我跟小权说一说 你可别犯傻啊 人沈侯可没说要叫他 他俩这次啊是彻底结束了 是真的彻底结束了 你这一天天都从哪儿听说的呀 别管我从哪儿听的 相义准确就是了 你真的好美啊 沈侦 你这衣服是不是挺贵的呀 你先帮我看一眼 我的天哪 好漂亮啊 今晚有空吗 如果没事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公司 提前感受一下 进公司的工作氛围 这个胃童 说好一起走的 又说临时有事 你那天跟沈侯一起吃饭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她就问我女生一般喜欢什么样的表白方式 对了 如果送你们女生礼物不重要的话 那你们女生喜欢什么样的表白方式啊 当然是气症是又难忘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 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的才是真爱 谁不希望自己喜欢的男生 好无掩饰地跟自己表白呢 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再做一次 不好吧 不一样吧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你好像很在意我的意见 你的意见难道不重要吗 她这是一心一意要在今天晚上当众跟你表白啊 我知道了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严小陈不上班的日子 怕你尴尬 真是为你着想啊 或许她是真的想过个节呢 还不会呢 有礼物谁了 来来来来 天日快乐 天日快乐快乐 你来了 来 来 公司的同事 一起过个节 好热闹 谢谢 各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小老乡 严小陈 嗨 节日快乐 你们好 节日快乐 你不是让我来体验一下工作氛围的吗 休闲有的时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别看了 喝酒吧 看来 我们公司多了一个常驻VIP啊 节日快乐 那不就是个小朋友吗 你不用这么在意吧 小朋友 乔总也认识啊 那我也去认识一下 不需要 为什么 不喜欢 我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 那边安静一点 要不我们去那边 好啊好啊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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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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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乔总 恭喜你啊 你成功地让我对这个小朋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来来 一二 一二 蝎子 来 让我看看 没有想法 没啊 好烦啊 不是 我还以为你说 什么好人的事呢 就是这个呀 节日快乐 你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就是 意思比较简单粗暴的 就是比如说 人一听到 就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而且还就适合我 适合我 有吗 首先得帅 咱们再给你说追光 然后 你好 帮我拿瓶酒 你要什么样呢 给我来瓶柜的吧 好 哥哥 大家都愿意跟他 快点 我拿成柜的 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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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啊 哪儿是我买的 你买 你买的 今天你买的 行 我买的 超过五 来 你们得过三 快 超过五 好 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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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怂 你别怂 哪个打个药 打个药 好 好 我不跳 你有没有信啊 你不怂啊 手还不懂啊 哪个打个药 哪个打个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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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嘴里 是个问题 做终设计 内容 都喝了 还是什么 姐姐 你 你的 或真 de 你 似乎 你 你坦率 直接 有勇气 有魄力 从谁还兼具头脑 你不爱慕虚荣 凡事都讲原则 这些品质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 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了 但你的缺点是 你这个人不太懂得变通 也不太懂得去准备备选方案 这个放在工作上 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挺客观的 还有你身上有一个特点 不能说是优点吧 但也不算缺点 就你身上的这股倔劲 如果用好了的话 挺好的 但如果用不好的话 有的时候还挺伤人的 好了 我们说一点轻松了吧 看在我这段时间 对你帮助的份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 送一份礼物给我啊 你又没提前跟我说 今天是你们公司的节日排队 我就没有准备礼物给你带过来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呀 不知道你舍不舍得给我 这个啊 嗯 这是我大一打工的时候 员工抽奖送的 这不值钱呢 金钱不是衡量一个东西价值的唯一表 不是吗 难道送礼不是送礼人的心意 和收礼人的喜好更重要吗 你认真的 那就要看你的诚意够不够认真了 其实啊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帮助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 也就只能是说 谢谢谢谢再谢谢了 希望以后 能有机会让我还你这个人情吧 嗯 就把它送给你了 谢谢 谢谢 所以 你真的准备去通会金融了吗 我把那边拒绝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去试试MG 或者是其他更好的公司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看来我已经没有必要为你担心了 不好意思啊 喂 威廉 小陈 来加班 工资双倍 没问题 我马上到 我现在得回酒吧 那边缺人手 那我送你吧 这边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刚好还要再喝两杯 行 正好我给你调两杯 走吧 对了 你上次有一份英语的复习资料 落在我这边了 我还是拿给你 MG的面试其实很难的 你还是需要多准备准备 好啊 好啊 节日快乐 陈总 节日快乐 陈总 我们的员工很热心 来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陈总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陈总 陈总 节日快乐 来 陈总 来 陈总 节日快乐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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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问题啊 没问题 对 是这样的 那个 这个 我一会儿呢 想直接从这时候 陈总 陈总 不知道准备什么解释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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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算什么 感恩 我 Ä 我们冒动 脸 这个严重多了 其实恋人之间吧 沟通是最重要的 当你觉得那个人 不够了解你的时候 生气 赌气都是没用的 最亲密的人之间 应该打开所有的门 你说得有道理啊 但 有的门 没那么容易打开的 冲总 颜小姐 我们到了 我先接个电话 你先上去吧 行行行 那我先上去啊 喂 大家好 快快快快快 走 走 走 我叫沈侯 今天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这首歌呢 名字叫 漫漫喜欢你 这首歌啊 其实我今天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我先拿着 是啊 我先送你 我先跟他 雷子 我先通过 他说 就当我 费 就能去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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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